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首先恭喜特斯拉 他们在上一季度再度突破了自己的交车记录 在今年第一季 特斯拉总共交付了超过31万辆的车 算是超过了大部分分析师们的预期 而讲到特斯拉 大家对这个品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想许多人的答案应该是全自动驾驶吧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部分享的影片的话 大概知道目前特斯拉 它全自动驾驶能力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境界 不知道这样的表现符不符合你对它的期待呢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它已经到了Level 3 甚至Level 4 的等级 今天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个人认为目前特斯拉它全自动驾驶到达什么样的阶段 除此之外会利用德国的一项判例来聊一聊 特斯拉未来一两年可能即将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有在投资特斯拉或者对全自动驾驶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我频道对你了解电动车特斯拉有一点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花一秒钟的时间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给我一些鼓励 来自观众所鼓励都是我每周发影片最大的动力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我对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有什么样的想法 真的是非常巧喔 我刚做完Forsal Driving试驾的影片就发生这则新闻 德国有一位Model V车主因为觉得特斯拉Forsal Driving启动后 开起来就像喝醉酒的新手司机 所以呢一状告到法院要求退款 最后法院也裁定特斯拉必须全额把车给买回 还不是只赔偿Forsal Driving的部分喔 这个按键特斯拉是选择继续上述 所以我会持续帮大家追踪最后的结果 但事实比有因啊 我很早就提到了特斯拉将可能遇到许多 Forsal Driving相关的诉讼问题 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特斯拉的Forsal Driving历史好了 早在2013年的时候 Elon Musk在推特上提到 特斯拉要为Model S来研发可用的辅助驾驶系统 也就是Auto Pilot 而紧张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当时Auto Pilot定义正是现在Level 2的辅助驾驶等级 而之后呢这个团队就不断的研发 直到2015年 Elon在推特上又说了 实现全自动化驾驶已成为特斯拉的目标 同时呢在这个推特上招募人才 到了2016年特斯拉更宣称 所有量产的车型都将配备有Forsal Driving所需要的硬体配件 同时也开始贩售Forsal Driving这套软体 到现在已经快6年的时间 6年的这个时间真的蛮长的喔 刚生小孩的话都已经快要上小学了 在美国如果是租车的话 都快要完成两辆车的租约了 特斯拉对于全自动驾驶的乐观态度应该算在2019年达到顶峰 当时马斯克甚至说在2020年以前 将会有百万台的特斯拉无人计程车在路上行驶 所谓无人计程车就是驾驶座不需要坐人 它至少要有level 4甚至level 5的自驾能力 但很明显现在已经2022年的这个宣言依旧还没有成真 而Elon Musk当时这番话对于Forsal Driving的销售有没有影响呢 我们来看看过去所做的问卷调查 非常明显的是有的 特斯拉的Forsal Driving销售在2019年来到了顶峰 之后开始持续下滑 这个问卷是针对北美喔 还不考虑其他没有Forsal Driving Beta版的国家 所以可以想见当时有多少人是相信Elon Musk这番话 觉得全自动驾驶真的就快成熟了 所以下定了Forsal Driving 毕竟那个时候又还没有Beta版的影片可以做参考 完全只能听特斯拉怎么说 只是随着时间不断过去 加上现在有Beta版在路上跑 我们才发现要上level 4可能没这么简单喔 以我前几天分享的影片为例啦 我收到的是特斯拉目前最新的Forsal Driving Beta 10.11.1版 是目前最新的喔 还没看过的朋友我把影片连结放在说明栏里 我强烈建议你先看完之后 再对特斯拉的Forsal Driving来做评价 而看过的朋友留言几乎是一面倒认为他离自驾还非常远 我后来回家仔细看了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而最后我的结论是他目前真的是只有level 2的能力 甚至连level 3都还不到 因为level 3的定义是车主不需要实时注意路况 你可以分心做自己的事 而当车子自驾不来时他会提前要求你接手 那个时候你再介入处理就好了 在我这次试驾过程遇到两次重大失误 但车子完全都没有事先提醒喔 后来回家仔细看影片啊 发现是他的导航跟自驾系统好像有明显的冲突 像在我刚出发的这一段理论上我应该要继续执行 但奇怪的是我的车打了右转灯 不过车子却是往左边靠过去喔 所以这算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但车子完全没有提醒车主 我当时只感觉他直指往安全岛前进 你看都已经快到转弯路口了 他的时数还有31英里喔 所以我最后紧急踩了刹车 另外一次下交流道的失误 很明显是他的图资跟全视觉所看到的互相冲突所引起的 只是很可惜的当系统遇到这么明显冲突时 他竟然没有提醒驾驶接手喔 我在猜啊如果我不接手的话 他应该会在左转道进行右转 这样一来非常有可能会跟右转道的车子发生差状喔 所以光凭这两点我觉得特斯拉的Fossil Driving目前只能在Level 2没有错 有些朋友认为他已经达到Level 3甚至Level 4 我是觉得有点太乐观了 但我必须说啊我对这项结果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全自动驾驶是一个非常新非常艰难的技术 就像没有人可以说得出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移民火星一样的概念吧 但问题就是出在特斯拉不只是贩卖梦想 他甚至把期限都给定出来了 而这个期限没有人逼他们是他们自己订的 在当年官网上甚至白纸黑字写下 Fossil Driving今年稍晚就会推出了 而现在他们相对保守啦写的是即将来到 而这个即将是要等多久呢 没有人知道 而这样的不确定性对特斯拉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在最近也慢慢浮现了 像刚刚讲到的德国这个判例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另外根据IHS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研究指出呢 对于新车大部分的车主平均79.3个月 也就是大概6年半的时间就会准备换车了 而我跟预期会选择特斯拉车主这个时间可能会再更短一点 因为会买特斯拉许多人都是对这种新科技啊新技术特别有兴趣的人 虽然特斯拉软体可以不断的更新 但6年的时间光是在硬体呢其实也是差了一大截 所以我相信特斯拉车主换车的频率会比这个平均值还要再稍低一点 但问题就来了 目前Fossil Driving已经开卖将近6年了 大部分的人可能连Beta版都还没收到 更不用讲现在连当初承诺的全自动驾驶都还没有现身哦 所以如果是你已经花了8千1万块美金 但是到了换车时 这套系统就完全还不见踪影 你会不会不高兴呢 我想德国这位车主就是最好的案例了 根据刚刚提供的Fossil Driving购买调查表呢 可见特斯拉未来将会面临到一年比一年重的 Fossil Driving车主的换车潮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在德国这个案件 他们必须要上诉 因为如果不上诉成为一个既定判例 我相信未来会有许多车主 用这个判决来作为向特斯拉求偿的依据 要不然其实只赔一台车 尤其在现在二手车价这么高的情况下 就算特斯拉把它买回再卖出 搞不好也没有赔多少钱哦 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 如果有朋友是学法律专业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另外也刚好在上礼拜这个新闻出来后没多久 我有注意到特斯拉官网也做了一些小改变 还记得不久前你只要加购Fossil Driving 你的领车时间就可以大幅提前了吗 我在上礼拜有发现哦 他们把这个改变给拿掉了 现在即使你加价1万2加购Fossil Driving 你的领车时间一点都不会改变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改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至少上上周我在做影片时呢 加价依旧是可以加快你领车的时间 所以我推测呢有可能跟这个判决或许有关系啦 我不是很确定 但如果真的是上礼拜才改的 这或许可以视为特斯拉推销Fossil Driving的力道 似乎又降落了一点 不过我想这也很合理啦 尤其在美国各位知道吗 美国的律师真的超爱搞集体诉讼的 我相信在美国的朋友应该都有收到过 询问你要不要加入集体诉讼的明信片或者询问信哦 我个人就收到过超多种的从租车啊到购买过什么样的产品都有 所以我相信德国这个判决日后有可能会成为影响特斯拉的一个蝴蝶效应 当然因为特斯拉上诉啦 最后的结果我们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会知道 只是我在猜啦 美国应该也有不少律师在关注这件事了 而且我预计最快就在这一两年 美国这边可能就会有类似的诉讼发生哦 如果很不幸的被我乌鸦嘴说中的话 特斯拉那时候可能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合理判断会有这样的案件发生 表示当下特斯拉的false driving可能还达不到level 4 因为这样才会有争议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猜特斯拉到时候可能会开放false driving的转移 因为这对特斯拉不是一件难做到的事 而且可以有效降低许多的法律诉讼 不过以上这个都是我的猜测啦 不知道你觉得我的猜测合不合理呢 我也很好奇如果你是有购买false driving的车主 在你要卖车时 false driving却还没成熟的情况下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希望各位车主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一下 我个人因为拍特斯拉影片的关系 坦白说 false driving的部分早就已经回本了 基于港湾的理由 即使到时候美国有判例发生 我个人也不会对特斯拉做什么样的动作 但如果我今天是一般车主的话 说真的就很难说啦 端看你怎么想的 所以不管你是有投资特斯拉 或者对false driving有兴趣的朋友 这个相关消息是绝对要特别留意的 不过特斯拉最近的好消息不断 包含柏林工厂正式上线 而他们也即将对股东们提出分股的计划 非常巧的我在上上支影片才提到 特斯拉分股的可能性哦 这些消息都带动特斯拉的股价大幅上涨 又再度逼近到它历史新高的位置 所以或许有人会觉得这部影片在乌鸦垂哦 但我真的不是要黑特斯拉啦 因为我知道这项技术非常非常的难 都知道我们现在只需要轻轻拨两下操纵感 车子它就会自动左转啊 停红绿灯啊 甚至上下freeway等等的 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 但一码归一码 我觉得现在问题不是出在它进展不够快 而是出在当时贩卖这个承诺 超时的有点久了 我猜大部分的人会忍耐到要换车的那个时间点 也就是在两三年后呢 将会有大量的Fourcel Driving车主可能会要换车 至于特斯拉能不能够在那之前达到当初给我们的梦想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去看我上礼拜分享的影片哦 就可以知道目前它的全自动驾驶 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了 不过身为有购买的一份子 我当然是希望他们可以越早达成越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内容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还没follow频道朋友记得按下追踪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支影片再跟他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大家今天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